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勇一下子就站起来了 夏小兰拉住他就慢慢把嘴巴擦了 才带着三分诧异 七分嘲弄 哦 原来那是我爹呀 我还以为夏紫玉才是他轻生的 哎 夏紫玉 你怎么不在医院伺候着 你二叔好歹花了不少钱供你念书 你就是这样回报他的 什么流了一缸子血缝了十几针 听起来可怕 夏长征没把别的拿出来说 那就是这俩情况最严重 和夏小兰猜的一样 只是皮肉伤而已 夏紫玉一家人已经商量好 夏大军不想报案都没用 这件事肯定要告诉夏老太 张翠出了医院 就骑着自行车回大河村叫人 他二叔最听他奶奶的话 他奶奶坚持要报案 夏大军根本做不了主 刘芬肯定要被派出所的人抓走 夏紫玉很是痛心疾首 夏小兰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们姐妹俩的矛盾怎么能牵扯到二叔身上 二叔她是想和二婶重归于好 今天才会出现 一家人有什么话不能坐下来聊 怎么 怎么就冻上刀子了 夏紫玉没有指责谁 但不了解内情的人看了 都会认为她这个当姐姐的在包容无理取闹的妹妹 夏小兰不想和戏精标演技 他也不打算走进夏紫玉擅长的套路里 贡献自己 将夏紫玉的形象打造得更完美 没有人动刀子 你二叔情绪太激动了 拿起菜刀乱砍 结果把自己给砍伤了 刘芬不想这些人为难女儿 嘴巴动了动 又想起夏小兰千叮宁万嘱咐的话 无论如何 都不能承认是她砍伤夏大军 就算是最终不能避免要走一趟派出所 面对着公安也得咬死了这样说 夏小兰说 她要是承认了砍伤人 那夏小兰和孙校长夫妻都是在做伪证 说做伪证的人可能要坐牢 刘芬就把嘴巴闭得紧紧的 夏小兰夸大了做伪证的后果 刘芬也就信了 当然不敢承认这件事 夏小兰心里素质好 睁着眼睛说瞎话 夏紫玉要不是从夏大军嘴里亲耳听到 差点都信了夏小兰的胡说八道 听说你还知道把指纹洗掉 可当时还有人看着 没有指纹也跑不了 夏小兰冲她着着手 你过来 我有话偷偷和你说 她的动作像是在招呼小猫小狗 夏紫玉认为她有侮辱性 站在原地没有动 夏小兰叹气呀 唉 你不肯过来 那就不要怪我说的大声了 所有人都看见你二叔是自己啃自己 你想不想知道为什么 夏大军都说过 孙校长是帮夏小兰母女的 夏紫玉想了半天 也只能往孙校长看重夏小兰成绩上才 孙校长是个很看重学生成绩的人 成绩好的就是好学生 好学生能给学校带来荣耀 现役中的荣誉当然也是孙校长的 但孙校长难道不会改口供吗 夏紫玉不知道夏小兰为何这样笃定 你不知道吧 因为我把你对象王建华给我写的情书拿出来了呀 我说我堂姐不是好东西 翘我强脚 还有啥坏事做不出来 夏家所有要找我的人 都是想坏我前途 别管他们是不是把自己的行为伪装成关心善意 原来 名声这一招这么好用 你干错过事 在其他事上 别人都会怀疑你 这招还是你教我的 太感谢了 夏小兰真是天下罕有的厚脸皮 不仅当街把私事拿出来说 还从兜里拿出一封情书 看样子要念给别人听一听 夏紫玉根本不知道有这一段过往 他和王建华没有聊过 以王建华的性格 夏紫玉也很难相信他会给女人写情书 可他不是不会写 只是写情书的对象不是他而已 夏紫玉说不出是什么感觉 处心积虑得来的男人 对他不是男人对女人的喜欢 仅仅是碍于责任和他在一起 哪怕是王建华说了毕业后就结婚 可又何时说过一句炙热的情话呢 不 他不后悔 他要的是王建华的未来 就算王建华曾经喜欢的人是夏小兰 那也是过去事 但夏紫玉到底还是走了过去 怕不能让夏小兰当众把情书念出来 夏小兰 你不要太过分 夏紫玉压低了声音 咬着牙威胁 哟 你不装大方善良了 你以为能凭借什么威胁到我 最多我不在现役中读书 换一个学校 你去哪里找我 你爸又不是玉南省的一号领导 你还能在玉南省一手遮天啊 大家都是你腿子的女儿 小时候光屁股一块洗过澡 你的底细我哪点不知道 夏紫玉 我看你是没把我那天的话记住 我有点生气 夏小兰说 她有点生气 夏小兰生气起来一点都不吓人 那张脸娇美可人 近看更是毫无瑕疵 夏紫玉有抓花这张脸的冲动 夏小兰的话 戳中了她隐秘的自卑 她最自卑的就是 出生在夏家那样的农村家庭 家里人个个都是废物 不仅不能带给她任何助力 还要脱后腿 连开个小吃店都要偷偷摸摸 要处心积虑讨好孙校长 才能拿到门店 才能在县衣中门口 把生意做下去 不用夏长征当多大的领导 哪怕是一个有点权力的小干部 夏紫玉就根本不用这么拼命 她也不想抢夏小兰看中的男人 但她的世界里没有比王建华更好的选择 夏小兰 你真是朽木不可雕 你已经惹恼我了 她还以为夏小兰变聪明了 原来还是这样蠢 夏紫玉倒退两步 你会后悔的 你不知道惹恼我是什么后果 你错过王建华了 我会让你错过更多 她的视线扫过刘芬 原来还看不出来夏小兰这么孝顺 夏紫玉决定不管用什么方法 都要把刘芬送去坐牢 刘芬冲动下砍伤了夏大军 简直是送给夏紫玉的把柄 抓不住这次机会 夏紫玉都觉得 自己没用 刘芬胆小如鼠 就算没有证人 派出所的人一审问 还不是啥都交代得清楚了 夏小兰皱眉 明明自己才是 被抢走对象的受害者 夏紫玉对自己 哪里来那么大的恨意 夏小兰一时想不明白的事 就不纠缠 她等在这里没走 是为了确认夏大军的伤势 知道死不了就成 舅舅舅妈 我们走 揉不起女大学生 我们还躲不起吗 和傻缺骂街没意思 夏小兰一家人 今天要回商都 夏长征带着张满福两口子 硬拦着 说派出所的人来之前 都不许走 夏小兰不希望 小孩子目睹大人的争端 就让李凤梅 先带涛涛和刘芬走 你们先走 我和舅舅 留在这里处理 我兄弟就在医院躺着 不等派出所的人来 今天谁都必须走 我和傻缺骂街